接下来 接下来我想要请你们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说我们来研究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它的一个我觉得还不错的功能 就是Esser里面的一个名称定义 区域名称定义 它可以自动抓进来 好来我们看一下 我有给你们一个Esser档案 叫做这个Sample Sample快速点两下 这个应该是Supermarket 因为这边它有一个很棒的新功能 因为既然各位都已经用了10点插板 我觉得这个新功能您必须要知道一下 就是当我今天呢 我们拿到这张资料表的时候 有些人会把这个区域范围定义起来 什么叫区域名称定义 例如说假设我现在我就只有定义这么少一点点的区域范围 我把它取名 我把这个选到的这个区域范围我取一个名称 例如说它叫做 它叫做 这应该是超市资料 超市资料 超市资料 好 我这边只有选到16笔记录哦 好我只是要告诉你们 只要是定义好的名称 以色列里面定义好的名称都可以抓进去 因为它都已经可以结合PDF档 它也可以去汇入半结构的资料了 那更何况这个是一个表格 这是一个结构资料 这个结构资料 而且定义好一个范围 那个Table可以直接抓这个定义范围 好了我们就直接把这个档案储存 然后关闭 好我们现在打开Table来去 只抓刚刚那个档案的那16笔记录 可以吗 因为真的有很多人他会自己创造以色谣案 然后做了很多个以色谣案 或者是例如说 假设我今天我是一个中央单位 我要去跟注册主要资料 我要去跟那个 例如说人事要资料 我要去到处要资料 结果到处给我那个以色谣案 我可能要怎么整合呢 没关系我就先把他们的资料全部都命好 区域范围定义好 例如说我现在汇入资料 汇入资料 刚刚是不是有一个这个Sample Superstore 然后Open 然后接下来你看这边多了一个叫超市资料 看到吗 超市资料 快速点两项 你看我未进来的只有16笔记录 有看到哦 在这个地方 这真的是一个太棒的功能了 我个人觉得是很棒的 因为有时候有些人他在做以色谣资料表 他在建那个资料范围 他可能东一块西一块 或者是各个不同工作表 他都命好名称 Table全部都可以抓 到时候这边全部都会呈现 好 而且哦 而且你 而后再加上去的资料 可以透过AID来去加 这我也觉得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一个资料连结 这都希望你们稍微注意一下 好我们就暂时介绍到这个地方 那接下来这个功能真的请你们要好好把握住 因为我没有给你们PDF档 可是真的如果你有兴趣去做那个连结 连结到一个PDF档的话 你会发现真的 我可以去打开一个PDF档什么 第20页的那个表格 他全部抓进来了 这个太神了 这个是10.3主要更新的新功能 好这个范例我就 这应该不用传吧 只是告诉你们这个观念而已 好